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荣佛州马哥达州议席补选拥有华小教育背景的国政扩审人 水湖县善用自己通晓华语的优势 以获取更多华裔选民的信任 于是GISBH公司的五名男成员 试图开车逃往泰国途中遭警方逮捕 并被警方扣押两辆车乌和一辆第二国产麦威轿车驻查 跨边十年 我国国家元首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成为两国庆祝建交五十周年之际 期待已久的重大时刻 马来西亚驻中国大使达德纳尔曼姆哈曼说 中国非常欢迎陛下即日起至本月二十二号的造访 此行也是相当何时 毕竟两国正庆祝马中建交五十周年 苏丹伊布拉姆适应习近平的邀请访华 这也是陛下自今年一月三十一号出政元首以来首次访华 陛下此行协同交通部长陆兆福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克敏等 陛下将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事访问 欢迎仪式随后与习近平进行会谈及国宴 另外陛下此行也将会晤中国总理李强 奴德曼受寻实说 过去十年元首无法访华有数个原因造成 包括政权更迭还有新冠疫情 因此陛下此行有望将继续维持马中两国友好关系的势头 他说自首相德德什尔诺在去年访华以来 两国高官也频密互访 他说两国也讨论在双边关系方面 减化许多事项 特别是予以中国公民三十天的免签便利 中国则予以我们十五天 最近也允许大马出口鲜果榴莲 这一切都是密切的外交关系合作成果 希望陛下此行能维系两国往后关系的势头 且希望我国在明年成为东盟轮值主席时 中国主席届时也会报聘 他说两国的外贸关系也相当密切 中国连续十五年成为大马最大的贸易伙伴 贸易总额高达四千五百零八亿四千万令吉 占我国全球贸易的百分之十七点一 在今年上半年双边总贸易持续增长 录得两千三百四十亿九千万令吉 这年同期则报两千一百四十八亿七千万令吉 此外 诺德曼说这一次的国事访问 也将验收两国在更重大议题的外交关系成果 提到教育合作 诺德曼说大马承认中国成为高教领域最重要的伙伴 截至今年六月 我国一共有四万七千九百三十七名来自中国的在籍学生 其中两万两千五百九十人就读本地私立大专 另有两万六千三百四十几人则升读本地大学 另外他指出自二零一六年在我国开设分校的中国厢门大学 有七千六百五十名学生 其中四千五百一十四人是本地人 三千一百三十六人是国际学生 包括两千二百人来自中国 元首今早约九点四十分乘坐的专机 从书邦空军基地出发 首相阿诺阿国防部长达德曼莎·卡列 外交部长达德曼莎·哈萨 国会下议院地长丹斯·周哈利也在机场 供送陛下出行 在启程之前陛下检阅由六名官员 和一百一十四名成员组成的 皇家马来士兵团第一营仪仗队 随后奏起国歌并鸣放二十一响礼炮致敬 副首相德德斯·阿玛·杰亦表示 针对我国拼听上演的树岛事故 应寻出一个两权之策 在不肯罚老术的前提下 确保其部危机行人的生命安全 中文字幕提供了 他促请特别是具备专业知识的地方政府 能够鉴定出老树的价值 并了解照护的相关事宜 阿玛泽叶指出 虽然老树存在着自身价值 但政府依然需要从实际层面考量 不能任由民众的生命受到威胁 我国西马半岛多地日前刮起强风 酿成树倒人亡的事故 早前槟城桥生博物馆一棵大树 一因狂风吹起倒下 并砸中停放在树下的四辆车子 事故造成两名中国籍游客丧命 而彭亨与登交楼同样发生数岛事故 分别造成一名68岁的本地男子 及一名48岁的柬埔寨女子丧生 副首相德德斯·阿玛泽叶指出 我国有许多史料至今仍流落在海外 政府将竭尽所能 已将这些史料带回大马 这些史料目前分散在前殖民者 此外 阿玛泽叶在早前的质子称 史料对于马来西亚历史与社会的构建 存在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让人民得以了解过去的重要事件 以作为日后的经验与教训 他认为这些具有研究价值的史料 必须获得共享 不仅是为了社会与学者 更为了国家的政策制定者 与政治家 副首相德德斯·阿玛泽叶认为 有关全球兄弟控股旗下慈善机构 涉嫌虐童案 其中上百位受害儿童的教育 与未来是政府目前的重中之重 阿玛泽叶指出 除了大马皇家警察 伊斯兰发展局 各州伊斯兰宗教局之外 社会福利局对于受害儿童的重要作用 也不容忽视 阿玛泽叶指出 出席2024年国家历史与团结大会 在接受媒体询问此事时 回应称 早前的内阁会议也讨论了此事 政府从不同的角度考量 并交由大马皇家警察 从形式方面考虑 由伊斯兰发展局 与各州伊斯兰宗教局 从信仰方面考量 他还称 教育部与高教部应考量与研究 如何让这些受害儿童 继续接受教育 以让他们能够掌控自己的未来 而非困在他们所经历的 这些事件当中 早前警方突击了GISBH公司旗下 位于沈兰娥和森州的 20间儿童福利院 解救402名疑似遭剥削与虐待的儿童 并将171名嫌犯逮捕归案 警方指出 受害儿童不仅遭到基间 更发生诱导互相基间 目前警方援引2001年儿童法令 第31条一款条文 2017年儿童性侵法令第14条文 刑事法典第354条 对此案进行调查 一是GISBH公司的五名男成员 试图开车逃往泰国途中遭警方逮捕 并被警方扣押两辆车屋和一辆第二国产卖威轿车驻查 据了解 被捕的五名嫌犯中 一人被指示该公司首要领导人的孩子 全国警察总长 Dansree Resolution指出 北极边境情报组警方于今天傍晚 大约6点在几打黑木山 截查两辆拥有GISBH徽章的车屋后 逮捕了五名年龄介于28岁至41岁的男子驻查 有关车辆当时正开往马太边境 黑木山的移民局 关税局及检疫站 在几打刑事调查组警方的协助下 警方成功扣押了有关两辆车屋和一辆第二国产卖威轿车驻查 他说经调查发现所有落网嫌犯没有刑事前科 嫌犯和索扣押车辆将被带往古邦巴塑警局总部 进一步调查 Rezor Reading说 警方目前援言2001年儿童法令32条A款条文 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233条文 以及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14条文 调查此案 本月十一号到二十二号 举办的二零二四年马来西亚农业园艺及农业旅游展 早在举办的第一天就成功突破三百万人的参与人数 农业及粮食安全部部长达德斯姆哈玛塞布表示 这是该部令人自豪的成就 也表明人民对农业和事务业感兴趣 尤其农业科技的进步更是吸引许多年轻人 部长市节目嘉宾的身份出席设在沙登农业博兰馆的早安马来西亚访谈 节目向主持人这么表示 以耕耘希望建设未来为主题的 二零二四年马来西亚农业园艺及农业旅游展 是东南亚主要和最大的农业展览 这一次的展览一共有四十八个涉及展览和销售活动的分区 当中就包括水果王国 蔬菜与药 鱼业和农业机械区块 投资贸易与工业部今天公布贸易数据 大马八月贸易维持良好表现 贸易总额按年增长百分之十八点六 至两千五百二十六亿五千万令吉 为二十二个月来最快增速 八月出口主要是由对电子和电器的产品 棕油和以棕油为主农产品 机械 设备和零件 以及光学和科学设备的需求增加所推动 此外 出口和进口都录得双位数的强劲成长 出口连续五个月呈成长势头 增长百分之十二点一至一千二百九十一亿六千万令吉 而进口成长百分之二十六点二至一千二百三十四亿九千万令吉 是自二零二零年五月以来连续五十二个月录得贸易盈余 文告指出电子和电器产品增长百分之十六点五至五百零四亿令吉 棕油和棕油相关产品上涨百分之十八点九至六十六亿令吉 机械设备和零件成长百分之二十一点二至六十亿令吉 而光学和科学设备增长百分之十三点七至六十八亿令吉 同时制成品出口按年上涨百分之十四点一至一千一百二十亿八千万令吉 连续六个月扩大成长 农产品出口上涨百分之十九点四至九十一亿令吉 而矿产出口则下滑百分之十六点一至七十二亿令吉 从各个市场来看 大马对东盟 中国 美国 欧盟 台湾等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都录得成长 其中对东盟出口增长百分之八点二至三百六十亿零五百万令吉 进口上涨百分之九点三至二百八十四亿令吉 对中国出口上涨百分之四点八至一百五十五亿两千万令吉 而进口为二百六十四亿四千万令吉 按年上涨百分之二十六点三 对美国出口上涨百分之四十五点四至一百九十六亿四千万令吉 为历史新高 而进口也飙升百分之一百一十五点七至一百五十四亿四千万令吉 以进口商品而言 半准品进口增长百分之四十点四至七百二十二亿九千万令吉 资本财进口按年上涨百分之三十九点六至一百四十九亿五千万令吉 而消费品进口上涨百分之二十一点二至一百零三亿四千万令吉 今年首八个月贸易总额比二零二三年同期相比 增长百分之十点九至一兆九千零五十亿令吉 出口增长百分之六至九千九百一十三亿六千万令吉 而进口增长百分之十六点八至九千一百三十一亿八千万令吉 贸易盈余达七百八十一亿七千万令吉 贸易盈余达七百分之一 贸易盈余达七百分之一 想在新闻电视台找到属于您的角色成为我们的一员吗 RTM新闻中文组正在为新闻及时事节目招聘记者与编辑 只要您拥有大专学历 精通三语 并且关注国内外时事 其对新闻业出卖热尘 符合资格及有兴趣者 欢迎将您的履历通过电邮方式发送至 BTVMandarind at rtm.gov.my 我们等待您的加入 BTVMandarind at rtm.com.my BTVMandarind at rtm.com.my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仁佛州马哥达州一席五选投票日将在来临的二十八号 以国阵直接对垒国盟的一对一形势上演 双方候选人更是在这十四天的竞选期 争分多秒的到处拉票 拥有华小教育背景的国阵候选人赛福星 更是在竞争的期权 就是在竞争竞选期间善用自己 通晓华语的优势也获取更多华语选民的信任与支持 好像我是年轻的候选人 我们不要答应我们要给什么 那么最好是我们要一起合作 来把我们的自己的竞争发展 然后我们一起可以保护我们的种族团结 赛福星是在竞争国会议员黄书奇的陪同下 到当地一个市集拜票时 向本台的记者这么表示 马哥达选民共六万六千三百一十八人 其中华裔选民就占了百分之三十五 传闻乌卿团长阿克曼近期强制竞争认证的激烈言论 引起当地的华裔选民不满 也是一名乌卿领袖的赛福星 在这场补选最大的任务 就是要让华裔选民相信 国阵依然重视华裔的声音 证明国阵捍卫各族包容性和团结性的决心 早前国阵兼巫统主席 达特斯阿姆·座亦迪表示 赛福星是国阵这场补选的最佳候选人 因为赛福星不仅通晓华语 且了解中华文化 作为年轻候选人的他 也会得到更多年轻选民的支持 马哥达州习原任州议员 达特·沙利法 于上个月二号在追兰中央医院逝世 享年六十三岁 因而引发补选 这场补选也是第十五届大选后的 第十场补选 由于天气持续恶劣 客船公司在星期四 取消了往返福罗交易 与吉达港口的十趟客船班次 这次该公司连续了第三天取消航班 吉达港口海域的浪高达三点五公尺 海上风速达到每小时四十至五十公里 因此客船公司决定停止服务 受影响的乘客总数达三千五百一十三人 不过滚动装船航班仍在正常运行 今早一艘从福罗交易 启航前往吉达港口的客船 在安全考虑下被迫折返 船上有五百八十九名乘客 Ferryline Ventures有限公司总经理Barin表示 该船于早上八点三十分从福罗交易出发 但因天气原因不得不返回 此外从福罗交易往吉达港口的五趟班次 也影响了两千四百七十二名乘客 包括早上八点三十分的五百八十九人 早上十点三十分的五百三十八人 中午十二点的二百七十一人 下午一点三十分的四百三十人 和下午两点三十分的六百四十四人 而从吉达港口返回福罗交易的五趟班次 则影响了一千零四十一名乘客 Barin指出 该公司将根治海事局的指示 考虑改为绕航至波州港口码头 具体取决于该码头的容纳能力 受影响的乘客可以申请退款 或更改行程日期 而购买一令吉零八仙保险的乘客 则可以索赔 吉兰丹花旺生肝榜哥立丁的吊桥 是当地居民前往花旺生镇上上学和上班的主要道路 该吊桥结构今日出现损坏的痕迹 使得超过一千名的电单车的骑士 深陷发生意外事故的风险 吉兰丹花旺生肯定 优优独播剧场—— kindly 與此同時,江南市州議員 穆浩曼·薩布丁哈什表示 他们将与相关机构讨论 以便立即采取修建吊桥的措施 稍早前,华万生工程局宣布 从4月起关闭从Gambo-Kundor 到华万生旧市的替代道路 以便为甘榜、哥利丁、新桥建筑工程让路 想在新闻电视台找到属于您的角色 成为我们的议员吗? RTM新闻中文组正在为新闻及时事节目 招聘记者与编辑 只要您拥有大专学历 精通三语并且关注国内外时事 其对新闻业充满热尘 符合资格及有兴趣者 欢迎将您的履历通过电邮方式 发送至 btvmendrant at rtm.gov.my 我们等待您的加入 香港国泰航空公司一架空中巴士 A350客机本月初出现引擎零部件故障 导致数十套航班被取消 香港周四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 这一故障当时可能升级为广泛损坏 9月2号 国泰航空一架飞往苏黎市的飞机 因故障被迫折返香港之后 该公司短暂停飞A350机队 以进行检查和修理 检查发现在由英国制造商劳斯莱斯 所生产引擎吹动的48架A350飞机中 有15架需要更换零部件 香港调查人员星期四表示 飞行后检查发现燃油软管上 有一个可看出的洞 核心引擎后部有黑色烟灰 表明有起火迹象以及焚烧痕迹 香港民航意外调查机构 发表的报告称 如果不及时发现并处理 这种情况可能会升级为 更严重的引擎起火 可能对飞机造成广泛损坏 该机构发言人星期四表示 这份初步报告应被视为暂定报告 此外该机构也向欧盟航空安全局 作出建议要求劳斯莱斯制定 持续试航信息 包括不限于对有问题引擎的 自然油旗管的检查要求 每年农历八月十五是华人的传统节日 中秋节 在中国虽然这个佳节 翘好是在暑假和国庆节之间 导致当地人出行的热情下降 但是山西一带的景点 到访的游客量也是激增超过了三倍 而这全部都赖于近日风靡尘球的 中国电玩游戏黑神话 悟空所带动 中国因为中秋节而在过去几天 迎来了小长假 由于距离国庆黄金周只有两个星期 因此不少民众在这一次的小长假 都选择以中短图周边游为主 其中要数山西最为热门 当地多个旅游景点如小溪天 玉皇庙 铁佛寺等游览预约都爆满 而这些作为中国国家重点文物保护的经典 其实也在游戏黑神话悟空里出现 据了解这款游戏的36个取景地 有27个来自山西 而且绝大部分都是实景 因此不少人都因为这款游戏而前去朝圣 也因为如此 山西省文旅厅特别推出了 《跟着悟空游山西》主题路线推介旅游 间接带动这些取景地的古建游爆火 我是敏鱼 感谢大家的收看 Malisa Madani Juwa Madika 再会 Malisa Madani